那我们看到的是 韩国瑜就说 你们现在小英政府 非常不重视体育 但是很尴尬的情况是 他怎么会把这两个 这个超马的选手 整个都搞混了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国家机器真的动得很厉害 害他认错人了 那一定在现在 不但是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而且绝对还发出了脑波 让他认错人 其实我想喜欢运动的人都知道 林以洁是国内 第一个超马的一个选手 那他的确跑过非常多的 挑战过世界上面 非常多的极地的 这种非常艰困的一个马拉松 但陈业博士现在 我们前一阵子也看过 他的这个纪录片 但是因为这一场 毕竟是你韩国瑜 特别现场 我看还找来蔡温义 还有蔡温义的这个 还有一些他举重的这个学生 你的目的就是要 跟大家来讲 你会重视体育选手 那你要吗 你就是应该去把 蔡英文哪里做不好 你应该做一个批判 或者是更简单一点 你就是随便谩骂也好 那这个总比你到现场 人家都站在你的现场 我就看到林以洁好尴尬 从头到尾 他就一直往外挪 一直往外挪 后来站到最旁边去 因为他不知道说 现场的鼓舞到底是给他的 还是给陈彦博的 所以这其实 我觉得反映出来是 政治人物的不用心 第一个不用心是 你对于体育 到底你了解多少 那你的幕僚又了解多少 如果都没有的话 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形 第二个是 你对于所有的行程 你都草率为之 因为今天 如果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现场有很多的 这个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你要到哪个现场 你会见到哪一些人 你就算说错话 现场一定也会 马上有人提醒你 让你赶快纠正 你也马上会去 做一些危机处理 而不是说 这个到时候 哇 才发现豁然开朗 原来我从头到尾 讲错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糟糕的 那在以蔡英文 这几年来 因为台湾选手的表现 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 都希望说 到底国家 是不是能够多一点的资源 多一点的栽培 给我们的运动选手 所以这也是 蔡英文总统在这四年来 一旦遇到了说 我们有任何的选手 得到好成绩 包括像前 前几个礼拜的这个棒球 或者是我们之前的体育选手 或者是我们在亚运 或者在世大运 任何一种的运动赛事 只要一有选手表现好 大家都希望说 选手培训的过程 非常的辛苦 而且这艰辛的过程 常常都是十年 寒窗无人问 那一举成名是天下之的 所以蔡英文政府 的确是在国体中心 她下了非常多的经费 希望能够去改善 让所有的运动选手 他们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培训环境 另外在运动选手 出国了以后 我记得在上一次 好像在印尼的 这个亚运的时候 我们也第一次出动了说 我们有防护员 还有我们厨师 甚至于去帮他们 租了个公寓 让有比赛 隔一天有比赛的运动选手 能够提早适应环境 这些都是台湾体育的 慢慢改变 过去我们长久认为说 体育就是 大家就去运动就好 那一定是没钱人家的孩子 才要去拼体育 可是现在不是 体育是一个 非常高科技精密的 甚至于我们还有 因为体育而发展出来的 其他的产业 包括我们的运动服 包括我们的运动器材 那包括甚至于运动医疗 这些其实都是国家可以发展 蔡英文有看到 但韩国瑜我看到的 就是你认错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하니까 呜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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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ent Jerusal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